早安 哇 整個是雪白片 這幾個房子超可愛的 因為你看得到那個屋頂上面的瓦 那個車子完全是被雪覆蓋住 OK 我現在就在公車上要去 進哥市的路上了 我常常都 我絕對不搭公車 就是不想要乖乖的搭公車 因為我覺得在公車就是人又多 空氣又不好 又要等 我覺得腳踏車比較自由 但因為今天下雪嘛 所以我就要乖乖搭公車 然後你知道今天京都 我覺得全京都的人都在往金閣寺 因為雪金閣寺是太美了 對不對 我們剛剛第一班車根本 太滿 太滿 完全上不去 那麼誇張 所以我們的策略二 我們要搭另外一班公車到另外一個點 然後從那個點搭計程車過去拼了有沒有 因為明天好像明天可能就不會下雪了 所以要看雪金閣寺就是今天 OK 我們下公車了 現在好像要四點半了吧 我們終於可以趕到就是 五點進場 真的是拼了老命耶 要看雪金閣耶 哇 人真的好多 還是平常人就很多 平常人就很多 但是沒那麼誇張 哇 你看那個樹梢上面都寄雪 對 然後我現在是撐著傘的 因為其實下雪還是要撐傘對不對 然後京都的雪啊怎麼講 他其實不是很難得 就是每年一定會下雪 但是非常非常珍貴 因為他一下 可能過一兩天就不見了 所以要看雪金閣啊 雪一下馬上就要出發 哇 前面在排隊嗎 不會吧 這是什麼景象 我們進得去嗎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人多成這樣 人多成這樣 哇 嚇我真的 他說 好萬一走到這邊 結果 連入口都看不到 人太多了 他說五點入場 其實現在有點擔心 我們能不能進去看到耶 有點啊啊 一定可以的 看不到前面 對 我們不知道是在排隊 我們其實不知道前面發生什麼事耶 前面是這個景象 其實我現在說我是在迪士尼排隊 你們也不知道 因為真的看不到前面 哇 這樣看雪超美的 又覺得它慢慢慢慢飄下的感覺 對 看得出來嗎 就是雪很慢飄 看不出來沒關係 我等一下放慢給你們看 超美 雪又變更大了 這邊也變更多 我們前進吧 哈哈 我剛好碰到以前人的朋友 他要教我們唱一首雪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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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面忘記了 我後面忘記了 我被倒雪 我被倒雪 那個閃太重了 你們看現在這個 你們看現在這個 它上面其實是結得薄冰的 它上面其實是結得薄冰的 這邊寫著大大的參拜時間 早上9點到下午5點 現在幾分 現在4點53分 他剛剛突然就說 請往前走 那個門要關了 好險 我們進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確定 一定看得到雪金閣 他真的把門關了 還好 還好 哇 真的 太幸運了 我們買到 拜觀券了 這不是普通的拜觀券 它是一張 可以讓我看到雪金閣的 拜觀券 它的價值跟意義 非比往常 興奮啊 你覺得這顏色OK嗎 我沒有看過金閣是這麼擠過耶 啊我看到他的頭了 好感動啊 我的心在戰鬥 只是頭就那麼美 對 看到了嗎 美麗的雪金閣 太美了 太美了 這是我第三個 京都的冬天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雪金閣 每次都碰不到他 太感動了 太美了 他現在說要倒數時間了 就是最後十分鐘 我們就必須要離開這邊 最後十分鐘 趕快給你們看這個美麗的景色 雪金閣 發現了一個新的角度 哇 這角度超美的 天啊 金閣是果然是 冬天看我覺得最美的 你們看到那個美麗都一直在閃 哇你們看 這是一個就是 完全雪白的世界 然後就是一個 金閣是唯一的亮點 好可怕 嘿 回到我溫暖的 有暖氣的小波啦 這一次去看雪金閣的任務 是 圓滿達成 超圓滿 真的很幸運 我們就是五點來得及進去 雖然最後就是 幾分鐘有點趕 因為他要 就是要關寺廟了 但是相對的 很幸運的是 我們就有看到 完全沒有人的雪金閣 但也不要故意玩去喔 如果你超過五點 進不了金閣4 千萬千萬不要說是我推薦的 金閣4它當然非常有名 它是京都最有名的經典之一嘛 隨時都是很多很多人去 但是最美的季節真的是冬天 我今天去過之後 可以獨立的講這一句話 我覺得要親眼去看 真的 京都其實又不是那麼常下雪 而且一下很快就會停了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來到京都旅行 然後剛好那天下雪的話 第一件事 就是衝去金閣4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你喜歡 抓一下癢 喜歡的話呢 在下面幫我點個大母哥 然後分享這個影片到臉書 給你的好朋友看喔 再比喜歡多一點的話呢 你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看我每個禮拜的最新更新啦 我會在這邊分享我的日本生活 還有很多有趣的日本新商品 然後如果你已經訂閱了 不要忘記點這個鈴鐺喔 這樣子 就不會錯過影片啦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見囉 很快見囉 掰掰